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今天是卢沟桥事变 爆发86周年的纪念日 第五分东西南北 年不分男女老幼 都应该回顾当初的这一首 国仇家恨鼓舞民心士气的 大刀进行曲 第五分东西 共产党 Cher Equid 虽然当年大刀队的历史考证 现在看来是众说纷纭 但是可以确定的是 当时全国一心的抗日精神 那个是非常的重要 对于日本而言 历史可以原谅 但是不能遗忘 那我们纪念完这一个重要的 对于中国来讲非常重要的纪念日之后 其实我们要回头看一看 我们今天的主题 我们那个今天的主题是 南海的水下长城 我们要讲的是 为什么解放军都能够 适时的在南海 发现美军的核动力潜见 当然了 本周一开始我们要查核的是 那个7月1号 有这么一篇报导 也就是共击模拟对敌开火 对这一个动作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 那这则新闻是出自于 那个台湾ADIZ的一个粉砖 我们先听听 这个音档里面 那个它有14 那个它第14秒 第32秒的内容 但是这个内容 小舰长帮大家 截取的出 好 好 如果说是看YouTube的观众 可以看到在这一则新闻的下方 事实上小舰长已经做了第14秒 第32秒的一个逐字的译文 这个译文其实它暴露了一些事情 我们怎么说这件事 也就是说从自由时报的这篇报道当中 它说是6月27日在民航频道 128MHz所测听到的一个内容 但是如果我们比对台北飞航情报区的 一个无线电频率的话 因为它既然说是那个频率 我们先看看那个频率是做什么的 那事实上来讲 没有一个单位或者是席位 那在使用这个频率 但是事实上来讲 我们在听无线电的过程 它其实会有磅礴带的问题 就是可能可以听到那个旁边频率的一些杂音 然后就有兴趣的调到那个位置上面 唯一比较接近的就是我们台湾在使用的 比较接近的就是高雄进场管制塔台的一个 澎湖雷达席位的128.1MHz的一个频率 还有台北驱管中心的127.9MHz 都非常接近这个128.0MHz的这个 那为什么会手听这个频率 其实这是小建长第一个怀疑 但是如果说我们听刚刚的那个内容 它其实好像是煞有介事 在讲一个瞄准攻击的一个过程 但是它的内容 却跟大陆使用的单位并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如果说看到译文的或刚刚听到听到那个广播内容 你会听到 它讲的距离是多少 它讲的是7公里 5公里 4公里 请问中国有在用这样的一个那个单位吗 没有啊 大陆所使用的都是千米啊 都是米 千米 没有在使用尺 公尺 公里 他们不是用这个单位啊 所以这件事情啊 是第一个 第二个奇怪的地方 第一个奇怪就是刚刚讲的 为什么手听这个频率 第二个奇怪 也就是说 它用的单位不一样 第三个 奇怪是什么 听到最后啊 它有放跟即发 那个 这两个名词啊 事实上来讲 这两个是同一件事啊 放跟即发 是同一件事啊 那为什么会重复使用 那为了我们来看看这中间的疑问啊 小舰长特别啊 去看了这个央视军事啊 去找他相关的有没有这种 瞄准 锁定的这个视频 还真的有 我们现在啊 所看到的 这个如果YouTube的观众 你可以看到的是什么 是他那个歼16啊 他的一个那个瞄准的过程 他讲的是发现目标 火控锁定 火控就是fire control啊 就是呃 现在来讲 那个我们台湾都翻译成射控 但是我们在很久以前 小舰长刚刚 那个下部队的时候 那个时候有称火控 也有称射控 所以火控不是台湾 呃 不曾用过的名词啊 那接下来呢 他讲的是目标锁定 攻击 他的发射的动力是攻击 啊 不是放啊 不是这个 那这是一个啊 那刚刚如果要看译文的话 看YouTube观众上面也有 接下来我们看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是什么 是轰六 那轰六啊 他的前仓下令啊 也就是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 他有一个呃口令的动作 前仓下令 开启火控雷达 那接下来呢 那个射手 他的口令是什么 他的口令是呃 导弹准备好 锁定 发射啊 他就是这样 也没有什么距离倒数 也没有放跟 激发 这个口令 你说哎 这 这个是那个 大家 那个随心所致 错 部队不是这样 为什么 因为这个是准 准则 教犯的要求 你在什么状况 你要下 使用什么样的口令 不是你随心所欲的 你随心所欲会造成什么 是会会造成误解 所以我们啊 从刚刚讲的几点 第一个 为什么 呃 手听这个频率 第二个 使用的距离单位 大陆使用的是千米 很很少听在他们说 使用公里的 第二个 那但是呢 第三个 就是有关于口令的部分 也就是准则教犯的部分 我们现在看到的 都是发射 那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听到 这种 那个 一般来讲 战机跟战机 或者战机跟战管之间的联系 这些都是有加密 就是你没有解密 你是听不到的 那他为什么会在这种 公共平台上听得到 他就是讲给你听的 或者是 那个讲的人 根本就是在做 那个仇宗的认知战 所以我们觉得 这这则新闻啊 是非常值得讨论的 那我们的网友啊 也有说 其实大陆也有在说公里的 大陆有在说公里的 我讲的是军方 你看军方的标准用语 他讲的都是签名 为什么 就是刚刚小建长讲的 这是准则教犯的要求啊 好 那接下来啊 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 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 南海的水下长城啊 那这个题目 为什么如此发想啊 也就是一个月前啊 也就是六月九号的节目当中啊 我们讨论到五月十五号 南华早报的一篇报道 他在这篇报道中来 披露了在2021年 一月五号的时候 中美在东沙附近的一场 水下那个水下冲突 而且这个冲突结束之后啊 那个米利 也就是美国的 那个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还特别的打电话 给 解放军的 那个总参谋长 来讲说 美国对于中国没有敌意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二月的时候 习主席还特别到了贵州贵阳的 累装机场 也就是这一次 这一个水下冲突的 这一个 运巴反潜机起飞的这个机场 去慰问 中国这么大 这么多的部队啊 你偏偏选到了这么样一个 刚刚才 我们获得的资料 是才把 美国的航空母舰逼 美国的核动力潜舰逼走的 一个单位去 你当然就是鼓舞士气啊 那我们要想到的 第一点 是这一个 我们六月九号节目讲到这个 嘿 小舰长立刻就想到了 另外一件事 什么事啊 也在同一个区域啊 也就是 香港外海在 东沙群岛附近的这个位置 在同一年 也就是2021年的 10月2号 嗯 美国的 也是 核动力潜舰 突然撞上了 这个 水下的不明物体啊 那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美国的潜舰 一直出现在那个位置呢 小舰长一看啊 这个 眉头一皱 发现啊 案情并不单纯 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里头啊 好好的讨论 以下这个问题啊 那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就是当时在东沙外海撞上 撞上不明物体的这一个海狼级潜舰 它的前段啊 前段也就是有关于 深纳的这一段 全部撞掉啊 这其实很严重啊 那截至目前为止 说要修五年 要修五年啊 那这 这个凸显的就是第一个 他的 他一定在航行直根啊 有 相他自己的问题 那第二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其实我们不知道 但是修五年这件事告诉我们 美国对于这种舰艇的这种 维护能力 或建造能力啊 实际上有很大的一个 那个缺口啊 接下来我们如果从这件事情啊 我们讲的是 10月2号 2021年10月2号的事情 我们从我们台湾国防部 所释出的讯息来看 他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左上角是10月2号 右下角呢 事实上是 10月4号所公布的 解放军进入西南防空识别区的活动示意图 我们从这个示意图 小舰长标出来啊 那我们听众可以听小舰长讲 也就在西南防空识别区的地方啊 突然都出现了两架的运巴反潜机 我们经常所看到的运巴反潜机啊 是一艘 不是一架 那为什么呢 这两天10月2号跟10月4号 突然变成两架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而是你说 那10月3号呢 10月3号因为图放不下 放下去了大家看不见 看不清楚 10月3号有一架 那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其实啊 我们讲啊 那个运巴反潜机这种定义机啊 它可以进行啊 那个反潜征收的范围啊 事实上是比我们讲 一般所谈到的 舰载的反潜直升机大得多 那单日就是在同一天 在同一个区域进行海上巡逻 以及反潜的征收 其实非常的不寻常 那我们当然啊 小舰长从来不是只拿一个资料 为什么一个资料不行 因为那个一个资料可能啊 有问题 所以我们啊 就像我们在海上的定位一样 一定要两个参考点 那我们刚刚讲的是 台湾国防部 我们接下来拿 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 它所这个北大智库 它所公布的资料 我们来看看 它可能发生了什么事 那我们在这里面来 我们所看到的啊 事实上是那个鱼鹰 鱼鹰的舰载运输机 它从琉球一直飞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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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飞到巴士海峡 那这代表什么意思 其实我们刚刚讲 它是一个舰载机 那个舰载的一个运输机啊 那它它是带那个 取代以前的C2的这种运输机 那这种运输机出现在哪里 代表的是什么 代表是美国航空母舰在哪里 那它通过巴士海峡 也就是美国航空母舰 正在通过巴士海峡 那是哪一艘啊 是卡尔文声号 跟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号 还记得吗 也就是2021年 它那个浩浩荡荡的 那个找了各个国家 河南啊 还有那个 还有美国支援 它F-345B舰载机啊 然后从 大西洋浩浩荡荡的 经过了地中海 红海 然后一直到印太区域来 的那个时候 它要返航的时候 就是通过巴士海峡 就是4月 10月4号 那也就是说什么 也就是我们来看 这两个地点 为什么都在东沙 这张图就是SCSPI 的这张图为什么重要 因为它在左下角 它有标出东沙的位置 我们看到东沙的位置 然后你看到 它其实有海底地心图 我们可以看到 它其实就在大陆棚的边缘 那大陆棚的边缘 那也就进入到深海 大家不要以为南海不深 南海很深 南海最深的区域 的可以深达 两千公尺以上 所以南海是很深的 那为什么解放军 总是能够适时的发现 两次 就是2021年的1月 那个1月 跟2021年的10月 为什么 那1月的这个是 我们之前的节目讲过 10月我们来讲这个 这个其实在讲什么 就是美国航空母舰啊 那个打击群啊 我们大家一般认知 它最远的这个品位 会是在哪里呢 大家认为会是 那个所谓的CAP 也就是Combat Air Patrol 也就是战斗空中巡逻机 那就是我们一般看到 Top Gun在那个 那个电影里面 在飞行甲板弹射出来之后 跑到最最外最外围 那个大概200海力 它跑到这么远的位置 然后进行巡逻 我们大家一般认为是这样 其实不是 最远的位置应该在哪里 最远的位置 应该是核动力潜见 它会在更远的区域 它会先进入这个海域 因为潜见逆中 然后呢 它可以使用那个Link 它接收讯息 同样的它也可以 升起它的电站天线 也可以升起它的 一个潜望境 来确认这些海域 有没有可疑的目标 当然它最重要的是 使用它的声纳来接听 有比对水下有没有目标 那当然它也会比对 水上的目标 有没有不寻常之处 那我们刚刚不断的在讲 这件事的意义在哪里 这个意义也就是说 东沙它其实 也就是从那个广州基地 进入南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门户 但是对于通过巴士海峡的 美国航空母舰打击群来讲 这就是一个威胁轴 因为舰艇从那里出来 它就把这里建立成威胁轴 所以它的核动力潜见 就在那个位置上面 那当然了 我们要想一想解放军为什么都能够 那个总是能够适时的发现 潜见的 那这里面就是水下长城 水下长城到底长什么样子 那当然了 小舰长 又把论文拿出来了 也就是我们再要从论文里头 找答案 好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一篇论文 也就是2020年8月 自动化学报 所以这学报非常多 然后它的 它的这个出版的名称 像这是自动化学报 可能跟它的内容 这个论文的内容相距甚远 这一篇的题目叫做什么 这篇的题目 它叫做 基于南海信息网络的 海洋环境平行监测体系建模研究 小舰长为什么一直在讲 我们台湾其实应该成为研究 这一种解放军的学术论文的 重心 重心 为什么 因为这一种 你找老外来看 他还真的不知道在讲什么 而且因为他太长的一句话 里面又有名词 又有形容词 还有动词 来形成一个很复杂的题目 所以 应该是这样 因为台湾跟大陆 我们使用相同的语言 也有非常接近的文化 但是这个时间已过 为什么 因为现在很多论文看不到 我们等会就会看到一篇硕士论文 小舰长只能看到外观 进不去 因为现在硕士论文 硕士以上论文 以及其他相关的一个研讨会论文 我们都已经看不到了 我们注意到这篇论文里面 所讲到的几个重点 基于南海信息网络 也就是他在海上要建立一个网络 然后接下来他还讲到了一个 平行监测体系 也就是他监测海底的状况 好 接下来我们进行一下广告 广告后 我们继续讨论 我们刚刚讲到说 这一篇2020年8月 在自动化学报 它上面所讲到的 它要建立这个 在海洋上面建立一个资讯的网络 那其实是对于海洋的 这一些那个整体的一个监控 那我们来看看 这一篇论文到底是哪几个人写的 那第一个是孙政 那他上面 所出示的是他 中国科学院大学的经济与管理学院 接下来是刘凡 他是中国电子科技集团 那个海洋资讯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然后杨瑞萍是海军研究院 那最后一位王飞越 那他是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我们发现了没 这几个人 以我们台湾来讲 就叫做产官学 全部到齐 怎么叫做产官学 第一个我们讲到的 那个中国科学院大学 他是学术单位 接下来我们讲到的是 那个中国电子科技集团 那个是产 那个产业 那海军研究院 他是官 那他虽然是也是 我们可以讲说 他是一个学校院校 但是实际上来讲 他主导了里面一些的政策 那接下来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他其实你要说 他是官也可以 但是他也是学 那因为这是中国科学院大学 那还有中国科学院 他比较特殊的体制 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这张图 这张图就厉害了 这张图到底是在讲什么 这张图 他其实在讲的 也就是说 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些监控系统 它包含几个面向 第一个 也就是我们经常 那个一个月里面 至少可以看到一两次 大陆在发射这个个型的卫星 打好玩了吗 大家只知道 Starlink厉害 可是你有想过吗 Starlink是低轨道卫星 那真正最厉害的就是 在同步轨道以上的这些卫星 你要打到那个高度 适合那个速度 它才能够运行 不会被地心引力甩出去 或者是它的速度不足 回到那个地面 然后被摧毁 那那个才是高科技 而且想象到 现在大陆也是一箭好几星 发射一个运载火箭上去 它打了九颗卫星 在不同轨道上面 这就是高科技 然后我们一天到晚 藐视解放军 你对吗 好我们来看这个内容 小舰长做了两个虚线的内容 我们可以发现两个部分 第一个是导交信息系统 第二个也就是小舰长曾经提过 或者是曾经在电视上面所提过的 我们今天听广播的有福了 我们来仔细的讲 这是什么东西 其实那个叫做浅标 就是它浅在水里面的一个监测系统 好那这些系统呢 它都有使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桥梁 是什么 是卫星 所以没有卫星 万万不能 好我们来看到 其实呢 现在的这一 那个出现在荧幕上面的这张照片 事实上是 那个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也就是常常做兵推的那个单位 因为我不这样讲 大家不知道是哪个智库 它的旗下有很多的一个分项 那例如说我们之前讲到航空母舰的那个 那个是那个China Power 中国实力啊 那现在这个 它其实是亚洲海事透明倡议 它的一个分项目 它在2018年11月的时候 指出啊 那个大陆在浪花礁上面 设置了海上平台 那这个平台是什么 这个平台其实就是导礁信息系统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卫星照片 你看很多人说 这些船跑到哪里去了 看卫星啊 你看看 你看你用卫星你看得到吗 你说 现在有AI 的确是啊 现在有AI 可是AI你要训练它 它看啊 那它要能够鉴别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固定目标 活动目标啊 还有另外一件事啊 你要确定飞 卫星有飞越这些地方 除非在同步轨道上面 它不断地看同样的位置啊 那同步轨 如果说你是低轨道卫星 你如果去使用一下 欧洲航太的 那个哨兵卫星系统 因为小机长都用那个看啊 因为那不用钱啊 你用那个看 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啊 很多地方它没有飞过去啊 或者是它不是每天飞越啊 那你就看不到那个目标啦 所以卫星不是真正解决之道 好 我们现在啊 看到的就是在 那个这一个海上平台啊 那也就是导礁信息系统 我们可以看到什么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个黄色的这个虚线 这个是什么 这是微波雷达 不是 微波天线 它不是雷达 那微波天线 意思是什么 它所接收到的讯息啊 它会透过这个微波天线 传到别的地方去 这是一个 那它到底传了什么样的内容呢 它有两个其他的目惑 那目惑来源 第一个就是中间那个大大的球啊 跟那个小机长的肚子一样啊 那么大 那它的那个球里面 其实是个雷达 它就是可以 等于是一艘船就固定在那边 来监视整个海面 这第一个 第二个 红线 红色虚线 所框出来的这个地方啊 那这是什么 这是高频的那个雷达天线 就是叫做地波雷达天线 这一种 一定又有很多人 在小机长下面留言啊 说 这不精准啊 跟你上次讲的 OTH雷达一样啊 对不起 那是那个雷达发展的初期 的确是如此 现在套用到 那个电脑系统 而且在大陆长时间 研究如何的分析 这一些雷达资料里面 这两个越来越精准 就是OTH雷达跟高频雷达 那我们现在看到 那个红色虚线的 那就是高频雷达 这就是我们讲到的 导交信息系统啊 那我们看到这个信息系统 它还有另外一个 很重要的东西啊 你觉得它只靠 那个跟卫星通联 或者是用微波交 那个通联吗 绝对不是 那它还有什么 它还有的 就是水下的电缆啊 海底电缆啊 这个我们等会再讲啊 我们仔细看一下 这个位置啊 我们刚刚讲到 在浪花礁 我们讲很多 现在大家 台湾的这个媒体啊 把这个国际新闻啊 当作首要的时候 那当然啊 这其实是一种正向 但是也蛮蛮可悲的 为什么 就是大家终于 可以少看一点 山气新闻啊 什么是山气新闻 就是路口监视器 网路浏览器 还有那个行车记录器 都是报一些 那个小猫小狗啊 不然是谁闯红灯啊 或者是那个行人 在马路上跳舞啊 都这些新闻 这些新闻真的重要吗 好 大家看国际新闻 可是看国际新闻呢 你要看地图 你才有同样的那一个视野啊 好 我们刚刚讲到 它的位置在哪 在浪花礁 浪花礁在哪 浪花礁其实在西沙群岛 那我们从啊 刚刚的那一张图 它是从林水的那个基地 出来的 那也就是说它的那个 如果说我们来看 这样的海底电缆的话 它从林水到永新岛 它先拉了301公里 对不起 301公里是我们直线距离 可是它的海下绝对不是 为什么 因为海底 我们看到这张图 也可以看到一个 那个大路棚的样子 也就是在林水 刚刚出来100公里的地方 会看到一条线 那个就是大路棚 那大路棚它是斜的 斜线的距离 绝对比直线的距离 来得长嘛 对不对 所以呢 它绝对拉出来的 这个海底电缆 不是301公里 是更长 然后呢 从永新岛 再拉到这个浪花礁 是91公里 那这这么长 已经快要接近400公里 它来传递这些讯息 而且不是只有 这么样的简单啊 那我们来看啊 接下来 小舰长你说这是监控系统 你讲了半天 也只有雷达 跟那个高频的 那个地波雷达而已啊 嘿不是 它在水下 我们在水下啊 可以看到三种的监控系统组成 虽然他都跟你讲啊 说这个是那个水下的一个监控啊 监控我们水下的状况 但是刚刚我们有网友讲 对 这就是军民融合 这些东西呢 这军民 当然对于 呃 呃 整个啊 海洋的了解与认识啊 那个 很重要 但是对于军方来讲 潜见 如何的 呃 在水下运动 这些 水文资料 更重要 我们可以分成三个部分啊 那这一张图是哪来的 我跟大家解释清楚啊 这是2016年6月在北京展览馆所举行的呃 大陆国家十二五科技创新成就展 这一个照片其实给了答案啊 那什么呃 对不起 我要解释清楚啊 我们台湾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叫十二五 十二五呢 就是呃 对于大陆来讲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 那他哎 做一个展览 他们到底花钱花到哪里去 我们看到这哎呀 都是模型啊 都是模型啊 可是人家的模型跟我们台湾的模型不一样 我们台湾是先做模型啊 做完模型之后呢 再来慢慢研发啊 海建二不是这样吗 海建林不是也是这样吗 是不是 可是我们看到大陆 他有模型的时候 你就要担心 他已经做 他已经部署完毕了 好 我们又到了最重要的人事铁范士钢 那个广告 是节目主要的动力来源的时间了 进广告 我们讲到说 这样的一个水下监控系统 其实它分成三个项目 那这个项目是小建长讲的 那他并没有这样子告诉我 他只有用模型啊 那这三个项目是什么 第一个水下对接装置 第二个浅标 第三个深学接收阵列 深学接收阵列是什么 就是刚刚讲的那个电缆啊 海底电缆啊 那好 这是我们先看到 这有三个系统啊 小建长分别用红框框起来 来不及看没关系 都有放大图啊 我们第一个先看到水下对接系统 水下对接系统很简单 它就是一个自主的水下载具啊 AUV 也就是像个鱼雷一样的东西 那个东西呢 其实那个大陆有这个东西啊 而且也被越南捞起来过 好 有这个东西 可是他要起来 他要扶航 他要扶航之后呢 他还要再潜航 这样子会不会很浪费时间 会 会不会很容易被捞到 会 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他水下有一个对接系统 也就是像我们看到那个那个呃 天宫实验舱一样 呃天河实验舱 他可以对接 他可以直接水下有个对接系统 对接之后 资料 直接的输入这个对接系统 然后这个对接系统 透过海岚 海岚又出现了 透过海岚 直接的 送回地面接收站 这是第一个 最重要的地方啊 第二个 我们来看到 还有潜标出现 这个 潜标就是 看在中间看起来像是一个 那个鸡毛胆子一样 他不是鸡毛胆子 他是潜标 然后呢 如果我们来看到 那个中国科学院 他在 他在那个 2016年的院刊里面 然后他呢 有公布这么一张图 这张图就是潜标 那这个潜标 最 整个整个阵历的全长有多多长 他最是最长啊 可以布放到 4090公尺 你说哎呀 我们水没这么深啊 你刚刚不是讲 南海只有2000 2000公尺吗 对 他可以 那个把部分的 那个组件给去除 可以依据你的水深来布放 那而且他没有一个浮球在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他下面有一个一个黄色的 那个是什么 那个就是个浮球 然后呢 他其实是沉在水里 有看到吗 他下面有一个重粒毛 他就在水下 他在水下到底有多深啊 他在水下400公尺 也就是他最上面的那个 那个 像浮球一样的东西啊 圆圆的发射 那个讯号载具 距离水面 400公尺 所以 你潜见都不一定捞得到 那我们讲到说 这一种载具 他里面到底有什么 他其实 他有测量各深度的 在不同深度的一个流速 海流的流速的流速仪 第二个 他有测量温度 测量盐度的那个装置啊 那这些浮球 可以确保他是这样子垂直在那边 他不会倒下来 这是我们所看到的 好 他布放在哪里啊 这个是2016年的资料 刚刚小县长讲了 台湾东部 有没有看到一个 红色虚线圈起来的 那一个就是 在2014年就已经布放了 你说 我们台湾海军军 把他捞起来 他画的那个星星啊 跟我们的恒春半岛一样大 你真的是大海捞针 而且在水下400公尺 他才是最上面那个浮球 你找得到吗 我们的东岸 那个往那个海岸线推100公尺 就1000公尺 1000公尺的深度 很难啊 好 那这是我们讲到说 他早就在台湾东部 南海咧 对不起 没有 没有 就是那个 中国科学院没有这么一个 那个位置 你看他们南海直接切掉 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 这一个最重要的重点出来了 最后总是压轴的 也就是深海海览辐射 那我们在这个深海海览辐射 你看到的 哎呀这是一个灯吗 这又是模型啊 不我们看到 小舰长拿出一张图 2018年5月 中国国际国防电子展览会上面 他展出了这么一张照片 这么一张照片出来之后 真的西方以及美国都开始震动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光缆的一个水晶器 什么是光缆水晶器 也就是美国布放在第一岛链的SOSUS 这是什么 这是Savillion System 也就是水下监听系统 它就是一根海缆 然后那根海缆上面 不一定距离上面都有水晶器 水晶器是什么 水晶器就是一个声纳啊 但是它不拍发它只测听 测听什么 测听你浅见的声音 测听完之后 就正好顺着这个海缆 把资料送回去 所以这一种海缆 在西方叫什么 叫做Smart Cable 叫做智慧海缆 那好啦 那当然啦 我们再拿出一篇论文来讲啊 这就是刚刚小舰长讲的 2004年的这一篇 光纤水晶器的原理及与应用 其实这就是最早的调研了 也就是所谓的调研了 那是真的 这个就是大陆的名称 它叫做调查与研究 那在这个里面 小舰长没有要细数这个内容 我们只是要看看那个时间 2004年了 那接下来呢 小舰长刚刚讲过的 那个硕士论文看不见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摘要 他在讲什么 这是2019年湖南大学的硕士论文 他在讲分布式光纤水晶器系统 的关键技术研究 那其实这个研究在研究什么 他其实他在深入探讨 光纤水晶器的一个探测距离 如果大家看到YouTube 没有办法放大 你就可以看得到 那他在讲除了探测距离之外 他还有目标分辨率 也就是我这个测听的内容 那个讯号 我可以分别在分别几公尺之内 他的目标 那接下来 那个也就是我们接下来看 我们刚刚看到上一篇研究 2004年做调研到2019年 他已经开花结果 也就是那个2019年 这篇论文 也就是他经过15年的研究 你什么都要用买的 对不起 想都别想 卖你很贵 连本代曆 还有连工代料 还有以往的那个研究成本 全部都给你赚回来 所以你这个才是应该要国防自主的地方 不是做那些铁皮啊 那些那些不值几个钱 没什么技术 那个技术空间 好 你讲这个 讲到这个到底有多重要啊 好 我们讲到啊 其实在2018年世界银行 跟亚洲开放银行 他要在南太平洋建立一条光纜 那连接哪里 连接我们这里可以看到的 密克罗尼西亚 吉里巴斯跟诺鲁 他把这三个国家里结合起来 然后而且要串联到哪里 我们这里看到的有关岛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另外一张图 你会看到什么 他其实除了关岛连接之外 他还要跟夏威夷连接的 这个太平洋光纜 当初的这个光纜 投标的有三个厂商 有哪三个厂商 有第一个 也就是法国的阿尔卡特 第二个呢 那个是中国华为海洋 第三个 日本的NEC 有这三个那个厂商投标 那投标呢 华为海洋啊 他比其他两个竞争者 就是法国阿尔卡特跟日本的NEC 还要低20% 但是没得标 为什么 因为我刚刚讲 美国在2016年看到中国的这个展览之后 然后他已经知道 中国其实已经有Smart Cable的这个能力了 那他有这个能力呢 你布放了这个海岚 那是不是也就等于是 他有这样的那个 你如果布放的海岚是不是也有测听的功能 那美国的那个核动力潜舰通过这个海域的时候 马上就被抓到了 好 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什么 还有 你说这个海岚最后华为没有得标 就是这个原因 其实 那个大陆还在研究 也就是这个海岚的这个水瓶器 它可不可以放到脱溢式阵列上面 它放 那我们看到这是2012年12月的一个论文 那但是 天底下没有这么碰巧的事 他在2014年的第16艘054A的黄钢舰上面 他开了 那个就是他放了脱溢式升纳 好 我们今天讲到这里 小建长一贯的风格 讲不完 可是今天只差一点了 差三分钟而已 好 谢谢大家